228连续假期期间 玉里景分局特别在台九县花193县道等路口编排交整缸 也编排了测速机查 以速度控管方式要确保人车可以顺利通行 分局长也一大早就前往各个缸校 亲自掌握辖区内廉价的交通状况 还送上了运动饮料及暖暖包 为了同人辛苦为大家交打气 为了确保228连续假期交通顺畅 玉里分局妥善规划警力 除了在台九县花193县道等重要路口编排交整缸 更是编排测速机查 以速度控管方式来确保人车顺利通行 分局长林俊廷一早就跟交通组长陈伟杰 前往各港哨亲自掌握辖区廉价交通的状况 同时送上运动饮料以及暖暖包来慰问同人 为廉价期间人辛苦绝情的远景加油打气 本次228连续假期 同人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 为辖区自安平稳及交通顺畅努力 特别提出感谢 在此也呼吁出游的旅客 行车务必注意路况 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玉分局交通组长陈伟杰说明 呼吁民众外出时应该要格外的遵守交通规则 并且也要听从警方交通指挥通行 另外为了掌握及时路况 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或者是透过花莲县警察局在脸书设置的 回栏郊安粉丝页查询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